男孩子生命太玩笑 石頭或者是不明的物體 只要砸到或者小孩站不穩 就是一個生命就會可能就會消失了 羅先生說平面速限40 50 快速道路90 沒想到在台66線大溪端 有小孩把上半身探出車窗 時間還長達15分鐘 羅先生趕緊搖下車窗 用手機錄影 前方駕駛看到後才把小孩叫了下來 網友也紛紛留言開酸 這家長心很大 真的太離譜了 也有人說羅先生檢舉是應該的 而這行為其實早已違法 乘客擅自將頭手伸出車外 可處新台幣3000至9000以下罰還 另外位系安全帶 可依據道路交通署罰條例 第31條第二項規定 處3000至6000罰還 警方表示車輛在行進或停止的狀態下 都不可以將頭、手、身體伸出車窗外 以免受罰 而天窗基本上只能當作通風來使用 探出天窗透透氣很舒服 但兩名孩童違法探出車窗 最高可處21000 加上荷包恐大失血 而孩子的安危更是暴露在風險中 TVBS新聞 顏瑞申柳惠與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